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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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大家都怎么过的啊 今年的架是怎么放的啊 我们是在演播室过的 但是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过的 是不是非常热爱这份职业啊 是 我们来看一下积分的一个情况啊 这样的话VG其实是已经把所有的比赛打完了 这样的话总积分的话是一个35分 35分 9剩8平1负 9剩8平1负 这个怎么说呢 出不出现看BOF的脸色了 对 要看BOF这边能不能就是后面都赢下来 对 因为我们知道BOF的话后面还是有两场比赛的 对 是还有两场吗 应该是有两场的吧 我看一下啊 看一下 1 2 3 还有三场呢 还有三场啊 那这就不好说了 只要保证一场不输就好了 是 只要保证一场不输 对 好 天鹿的话没什么大问题了 对 一点问题没有 现在还没有副场 但是后面的话还有比赛 是 天鹿打的也少 对的 那我们看一下 第一张图是乌鸦选的擦车 嗯 我们看到这个Newfall这一 不是Newfall File这边的阵容啊 是 乱入了 又乱入了 对对对 因为看到这个Newfall图表 我们知道现在这三个队的话也是一个老板 所以说这个阵容上的调整 队伍之间是 人比较多 今天又换人了 好像就HP不掺和这两只队伍的事 但是他们还是兄弟战队 是吧 还是兄弟战队 那现在是File跟Newfall两个 四跟五之间做出一个平衡 是吧 一直在不停的换队员嘛 小Q跟小五 这次再过来到这个File 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那这样会不会我们的杰克汗再回到这个Newfall 对那我们下一场的话就可以看到了 因为下一场的话是Newfall和这个File 哦 Newfall是要打File了 嗯对 下一场是Newfall和File 所以说曾经的两个这个分那两个队现在混到一起 然后这个 那这两支队伍打的话 我的天 那这个 倒不能说这个就是我Newfall实力是会强一点啊 但是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同门相争的话 咱们是不按照这种实力来说话的 就不按套路出牌 对对对对 你比如说HP跟Newfall打好像也是啊 咱们就从来是不用看到底谁强谁弱 就是看谁的这个那个势头更好啊 状态更好一点 嗯 这冥冥中有一股背后的力量推使着他们 对对对 那两张图乌鸦这边拿叉车 乌鸦的叉车我们都知道 就是他们还是比较就是喜欢打这张图 嗯对 你觉得乌鸦这场的话会怎么样 嗯 乌鸦只要态度端正来打的话 基本上没有大的问题 包括叉车包括影风的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但是我想看一下这个File这边是拿了Inferno 嗯 小五小Q 咱们大家都知道啊 Newfall在打影风的的时候 小Q跟王呢是一起防守B点的 那这样就是B点的防守可能会交给Smash跟小Q 嗯对 然后4IK 小五还有这个COMEBACK IS REAL 这三名选手去防守A点 我们都知道在这个Newfall的阵型里面 这个小五的位置是在A1或者是大坑这个位置 我觉得A1的可能性比较大 那这么来看的话 嗯 我觉得如果放小五跟小Q再去防 这一起走B点也是有可能的 反正小Q是固定B点是定的 因为他们B点还有这种小配合在里面 打乌鸦这一场 打乌鸦这场Inferno可能会有一定的变数 但是我觉得擦车问题不大 嗯擦车的话我们觉得就是第一张图 就我们俩现在的统一意见是觉得这个乌鸦是第一张图是应该能拿下的 嗯你也觉得能拿下 嗯 那相对于这个File来说的话 乌鸦这边阵容就比较稳定了 就自从小萨哥 自从这个艾珠回归之后 就基本都没有动过 这个第一张图 因为第一张图就是我现在想知道的 就是File现在在打这些 就是杰克汗换过了换走之后 那边是小六 对杰克汗跟小六走了 哦对对对小六 嗯 嗯那这样可以推算出new4的阵容啊 其实小六这里他们表现挺好的 估计是 就是因为表现比较好是不是 对早晚也是把小六弄过去 那这样new4就变成了这只阵容了 就变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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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I Dreamer 小六 杰克汗 王楠 现在new4就变成这个阵容 而这个File就变成了 小Q 小5 Smart 10 Comeback 这个变成变得 哇 那这个就是 我们知道File这三名比较 比较厉害的三名这个年轻队员啊 是全部这样都进入到了这个new4吧 那new4这边 钢枪王Smart 这个杰克汗回来 然后指挥王楠不变 对吧 那这样就是打造了一个 应该是new4的这些 队员们比较希望看到的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阵容吧 但是这个阵容 还是要看男队怎么带了 这个兵都是一些好兵 就看带不带的出来 好 我们可以现在看一下双方的这个练枪 嗯 小光爱珠这边潇洒哥还有这个小Q 这边都是进入到了服务器 嗯 对 你放这边的话 机器还在调试啊 还有准备队员没进来 好小五啊 这边也都是陆续加进来 哎感觉这个头像还没换 可能就不一定 还不一定是稳定的阵容 可能还得再调整 可能再打打看是吧 嗯对 嗯 我觉得要不然四个队这个 三个队这个 弄一个一样的 我觉得就是那个谁啊 HP那波啊 就瓦尔基里那波 是绝对不跟这俩队掺和的 我觉得 嗯 因为他们之前就掺和过 对吧 好像没掺和到一块去 之前 那个谁 Rita不是从Five过去的吗 之前那个Five老阵容的时候 Rita就是从Five过去 所以说我觉得那波辩阵 应该是用不到Five这边 又弄不到HP这边 而且再加上HP这边 普遍年龄都比较大 我想一下 HP这边有这个 Rita Rita 有黑曼8 嗯 黑曼8 有这个Moki 还有这个Zakia和这个3 那这五名队员好像平均年龄 最小的一个也就叫25吧 23吧 28吧 最小的一个25 就是那个 25吗 30 25 30 25 剩下都是29 29 30 嗯 31 有31的吗 没有 都29 28 嗯 那所以说就应该掺和不到这里边去 对 普遍年龄应该是在28岁以上 对 那经过这一次的阵容调整的话 我看NUFO平均年龄是拉低了 只有王楠跟杰克海两年 31岁的这个老家儿 王楠一个人拉低了整队啊 不对 拉高了整队应该这么说 年龄往上拉高了 是 王楠是31吧 对 王楠和杰克海都是31 然后这个其他的就小了啊 那这边你要再看小六Dreamer和这个OI的话 这三个人就小了 这个韩 这个韩是31 嗯 然后杰克海也是这个身材非常魁梧啊 哇 smart10也30了 对啊 所以说你现在看这个 在这个NUFO的这个换阵是一个必然嘛 嗯 再这么打下去的话 这几个老家儿 新郎要空替一下的 对 所以说会把这个OI和 谁来的OI和Dreamer 对 OI和Dreamer 两个年纪稍微小一点的 嗯 来 OI的话是年龄只有20岁 嗯 Dreamer的话突破手 两个都是算是个突破手吧 嗯 Dreamer23 23啊 还真是都不大 对 而且的话我觉得后期应该会把小六也调过去 这打狙击的吗 我看这个阵容可能就是下一场小六就会出现在NUFO这样 我感觉像是的 对 小六的话也是年龄只有21岁 是 那这么来看 呃 还是挺有意思的 还是挺有意思的 那这边NUFO应该是解决了这个年龄的最大的问题 其实 男队 男队可以再再打两年就差不多了 毕竟这个年龄到这了 但是感觉你看啊 这个你像太子啊 尼尔啊 这些人年龄比这个比男队结合函他们还小个一两岁 但是呢 看起来确实比我们这些正这个 我们这中国队员要老很多的那种感觉 可能是外国男人这种有胡子之后会显得这个 比较比较比较成熟一点 好看一下双方脸枪比赛应该是马上要开始了 感觉小五跟小Q两个人好像年龄也不小 小Q应该是跟我差不多大 然后小五这边也是 没有小太也也是跟小Q年龄差不多应该是 双方都进入到服务器啊 这两边还都挺熟吧 好小五这边打出ready 那我们等一下乌鸦这边ready比赛应该就像马上开始了 对我们这边的话比赛是终于要开了 嗯好 OK这边的话我们将要看到的是由乌鸦和FALBO2的第一张图 第一张图第一场比赛 这刚起来有点那什么我估计昨天我这是让蚊子哎 叮傻了 嗯好我们看一下这频道的选边的情况吧 嗯看一下频道 嗯关系不是很大 这个这个北京的夏天蚊子真的是好严重啊 我估计出去吃个饭的时候也挨叮了 嗯好这边乌鸦营下刀具 哇哇萧嫂哥跟QQA这俩人真 哎哎哎 这两个人还叫上劲了啊 对啊 还叫上劲了 昨天也是特别好玩啊 嗯咱们吃饭嘛 发了条朋友圈 然后呢我就发了点吃的 然后QQA回了个问号 然后萧嫂哥也回了个问号 然后两人就问号探号问号探号 就在我 就在你微信里边两人就开始打暗语 嗯对对对我也不知道 我们刚刚不知道他要说什么意思啊 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好的我们看一下 乌鸦这边选择了做一个CT开啊 看一下手僵局 这边乌鸦的外都是小脚 并没有起钳子 哇有够果断啊 哎来了直接扑高点 但是我们看到QQA这边一个头 哎再点再点 有没有啊 哎QQA这个我 是的 QQA表示我怎么还打不着啊 不可能打不着啊 这一波我们看直接要往B点进 但是QQA的Glock 一开始打不着的时候 慢下来啊 3打2的一个回房看一下 哇QQA跟COMEBACK两个人 Glock这个真的是厉害啊 每一次看这个QQA的Glock都能打着头 这边的话直接包点下包 也确定的话应该是管房这边有一个 嗯一个锁死在包点 另一个 哎小光直接过来追 哎小光 追头 追头 再来一个有没有 再抬一枪 哎呦 来拆包 小光这两枪是真稳啊 看得出来啊很冷静 这边我们看到 小光跟小蕾在这个短期做了一个沟通 小蕾在二楼看了一下 说一个的包点确定啊 锁死另一个没有漏 那小光我们看这个瞬间也直接看左边 嗯对 1比0的比分啊 刚才我们看到很精彩的一局就是 QQA跟COMEBACK 两个人的Glock啊 这种距离我抓头抓的真是很准 对也是枪线都被这个管房子带走了 嗯然后这个这个BY的人也是成功的收掉了 是的啊这边四把 三把车王一把吹风机 对因为成功下了包 我们看到Five这边的话 也就是起一下小枪P250 杀鹰这样不带假嗯走起 嗯4AK 4AK跟COMEBACK 两个人一人一把这个杀鹰 嗯看一下这边中路 我高台返架 A team直接包过来了 嗯 A team应该是 对 QQA这是什么 开心开心啊 哈哈 赚钱了是不是 QQA这高台返架 那我觉得这下下巴能起居了 一波A team摸过来 这一枪五这应该差不多了 这个看一下 嗯 哎不要慌不要浪不要浪 这个时候不能浪了 火IK很残 那艾珠这种很残 还在抽啊 4AK 赶紧跑赶紧跑赶紧跑 艾珠太残了 来点点再点 嗯 好那最后只剩一个4AK 嗯 小光小光回到A点 下载隔中路往前走 一下看到包呢 这边加注点 嗯 应该是 对 好看到看腿了 呜点 哇这个还点到头了 嗯 nice那2比0 对 QQA刀了一个 自己估计也没想到啊 刀了一个6800 应该是可以起居的 嗯 看他起不起 嗯 满脑子都是骚骚坐的人啊 起个车王 哇 起车王 鸣 两把车王 你看这边5把是5把AK 这是有特殊战术吗 对 长枪局的话 应该知道对面下了包之后 这一局应该是全AK的 他可能又要有 他可能又要有骚操坐的 嗯 他起这个枪的目的 哇 小雷哇 第一枪直接把头 哎 看一下这边中路站下之后 哇 白枪这边过来补 这颗火 第一时间抢不到 小光 很关键了 看能不能打 那小光中路也是被打掉 5K B点是谁要前压的 小小哥吗 哦 QK 这个 你说他起把车王第一时间前压 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那但是第二时间 要准备往外走的话 中路又是被占领 那这个动向怎么看 怎么都是要打B的情况 所以说这个局出来的话 不是很明智啊 小小哥这边是准备往B点补 我觉得也就是下一把枪 这一局的话 应该是5K 尝尝就拿下了 嗯 我看这颗烟应该是封好 混着烟往外走 跳过来 啊 直接往外混了 这边其实小小哥可以等他下包再混的 嗯 因为刚才还没听到下包的这个声音啊 直接往外混的话 这边也不确定位置 对 指令你已经告诉他了 出去打吧 嗯 打到这的话 斯马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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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了一串我们看不懂的这个 哦 这把起局了 嗯 这把乌鸦钢枪 嗯 看一下小光这边是怎么起 小光这边是全甲的一个把法马斯 说实话 这个 哇 你起局你要这么玩吗 兄弟 你可是拿着把局啊 哇 你拿着局直接就 我 这个 按理说局不就是应该架远点 怎么这一点 忽然没有想到 可能可不可以对这把枪的理解 跟我们一般人不太一样啊 摆车位置退后 呃 艾珠 我突然之间不知道怎么解说了 嗯 没事 我们还是要保障这个比赛的精彩程度呢 我们尽量的去解答这些选手 对 匪夷所思的行为 对对对对对对对 可以的 我们尽量去解答啊 我的天 如果我们解答不了大家就自行脑补 对 对 我相信这个大家应该是有的 比解说还抖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 范鸥的态度倒是很认真的啊 嗯 慢慢的就是打的还是比较好 然后基本还是本章文大 看一下小蕾 小蕾没小蕾这局没有出大问题 包括前几局也没出什么大问题 本身小蕾这个点就是 小蕾潜压的timing抓的还是比较好的啊 中路过来又飘了一枪头 最后剩一个小蕾哥 打死 好的 没法打了 包已经下好 自己这边又没有钳子啊 中路过来看一下 左边有狙击 他要拿狙击过来是直接 我想想啊 他要是这个走位的话 难道还是要反架跳高台 然后高台拿狙击架 反架高台 然后往回家看 这样的话这个就把钱都花光了 所以说溢了 顺理成章的进入一个一口 然后这局的话要存两局的经济吧 应该是 差不多 这样的话 5应该来到4比2是不是 对 Q可以跟小蕾啊 两人一人一把杀鹰 死马蕾 过来晃一下 管道 小光 哇 这两枪come back 打的是真好啊 那这一波的话 B点可以直接进 对 剩下爱出 这边拖一下 那这个残血没有收到 就不好说了 小Q 一颗火 烧一下右边 回过头来架一下管房 架一下管道 这个没有问题 我们看一下 这个其他人的位置 包点这边是有一个 哎 这个 可麦可在 哎 红了 再点一下小Q 这边架住一层 准备往外出 好 小五这边把狙击拿到 好的 这局可以不用打了 可以不用打了 我们看到这个 5这边也没有说 想要去跟你这个手枪硬碰硬的意思 然后这个come back 与这个什么 一包共存王就可以了 嗯 好 想过来留一个 爱竹 再留一个 不留了 留不着了 这个我们看到残血的 这个小五已经是 拿着狙击跑了 这个想过来捡枪 看 两边开始绝命大逃亡 好的 小Q这边也是意识到 这边你离的包点这么近 肯定是想过来留把枪啊 好的 刚才那局以口之后 乌鸦这边也是选择 直接起一把大枪 起两把三把 还有一个三千 哎 可不可以你有个三千多的惊喜 你是指小假杀 小假杀鹰吗 他这 他有个两千三百五啊 三千 不是队友都起了 你这攒个什么钱啊 他真的是 他这个人我让我想起一个 就是 一个词来叫唱唱反调啊 就是 怎么不知 就是刚才那局强刚的时候啊 他是强刚的 但是我们看到 这局说要强刚的时候 自己准备留一个 小假和一个杀鹰 可能是 这边 那这边输了还是得再一 一局之后下一局再起 那下一局的话可以 基本上可以保证起一个狙击的情况吧 好 下大哥 喂 其实第二个应该可以打到 21点血 好的 再抽一个头 你说这这种竟然要赢吗 跳上来放一下假脚步 看半个看到头抬手 哇 哪把AK 学到了没 嗯 六千二 我不需要起枪是不是 嗯 我等队友这个枪掉下来 嗯 也不需要 他全场都是跟杀鹰打的 那就那就有点 我还不起 三千七 好 终于拿了把车网出来啊 终于拿了把车网出来啊 终于拿了把车网出来 真是多会过日子 没有 我跟你说没有枪的时候也可以的 人家不都是用刀的吗 你忘了 中门刀接人的 嗯 白箱这个地方显出来看一下 嗯 这样的话 实时被直接打残了啊 实际有滴血 嗯 否则可以这边过一下一下烟点啊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吧 先把点卡好 好 这个时候自从吃过亏之后 我们看法 也是比较就是 看好高台这个点啊 就是不会再让你再去返家了 萧塔哥 烟雾散掉之后 萧塔哥这个位置按理说应该是要往后退的 要不然这个位置吃闪吃的比较严重 嗯 看一下要不要往后退 往后退退到木箱后面 然后B点 他这个位置比较靠前了 我们看QA这个时候补防到B点里面 小Q 来门里 准备开门 好 好 小Q 对面也是在卡着 但是我们看到包匪这边的话 还是往A10在集合 嗯 已经全部准备集中到A10了 对 压缩到了48秒 来门开看一下这边插车 先封一下过点烟 小Q 来啦 直接压掉包点 还有轻 没有 我又一波瞬间打掉 是 我们看一下这个时候 萧塔哥很关键了 已经是超到A10了超后 小五这边夹住过点 那小小哥这边过不来 过不来了过不来了 大脚步 嗯 好的直接抓头 A小一个白车一个 这边还有谁啊 QQA跟小蕾 QQA 好的 这时候是小蕾 嗯 3比4 赢一局输一局 嗯 赢一局输一局我们说什么 没有钱 对这时候QQA说 这个时候你理解我的这个 起枪方式了吧 我永远都可以起到枪的啊 好的 发了一把杀鹰出来啊 自己拿杀鹰 发了一把片五零出来 自己还可以起个小假 自己还有2250的一个经济 那这次我们看到 Five应该是对经济拿捏的比较准了 B点应该是直接一波要进了吧 没有 这边接住一个 好的 这边QQA要直接架死了 QQA再闪一个 再抓一个头 有没有机会 没有 抽一枪 嗯 就火烫了一下 硕死了 B点这边已经集中了 回过头来准备去清一下这个点 爱猪 这个爱猪 USP还能点掉一个 是的 这个位置我感受到的太绝望 哇 哇 这个USP硬追头啊 小蕾一打二 哇 哇 小蕾 28点血的Smart 哇 这个乌鸦真的 你是要翻盘吗 你这么起 这么打 你随随便便的 你竟然把Five的人打光了 你面对对方一个全枪全弹啊 嗯 哇 真的是 嗯 你说两个对实力差距大吗 也不大 不是说不大啊 这么看还挺大 但是长江局呢 又是 会打不过人家 这个事情 我觉得真的 这只能说是 这就是竞技游戏的魅力吧 你永远都分析不准的 1900 啊 Smart是全甲的一个泰克奈 这边是带了一把咖喱 其他三个人起了AK 那这边投注物的相对来说是还是比较权 优先选择了带火 嗯 可可 这边拿一把狙击 嗯 不能再来了吧 哎 被刀了一下 哎 有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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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抬这个点 我们看到两个人小Q跟Smart 两个人被烧得非常惨 都惨了 哦 撒哥 我还可以回来 再反驾一下 两个人架到台上 哦 小光打一个 哦 这边Compack 一人一枪啊 还过来 那小五我们看到馆房已经摸到这个位置 但是 没有搜 这个 小五跟潇洒哥两个人是错过了 嗯 潇洒哥不打 第一个打完 第二个再过来接 直接断住包 二打二 哇 这个 两个人真的是错过了 小五没搜这个点 潇洒哥就把第一个人给放过来 但 感觉如果是潇洒哥放过来的话 他应该跟这有说一声 应该潇洒哥也不知道 两个人就这么错过了 好的 小五一层过来把小雷打掉 你看 艾珠跟这个小Q小五 嗯 二打一 停下包之后 艾珠打脚步过来 第一个侧身打到第二个位置 发现打红 艾珠这边还是个满血啊 小五 看一下 哇 这个位置抓头可不太好抓 你们看艾珠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方式 哦 艾珠还是稳啊 5比4 你一局我一局你一局我一局啊 2700 3100 3200 小五这边是啊 5接着钢枪 车王 7000 7000 还是可以起车王 起车王吧 泰克奈 优先带烟闪 我们看 7000加了入到5之后 也是担任到担任一个这个辅助的角色啊 但是感觉7000在这边5应该算是指挥吧 是的 中路一波速墙 看一下 哦 B点是小达哥一个人压力非常大的 这个时候赶紧要兄弟过来补防了 中路 哇 压力很大 我真的就硬刚啊 对点掉两个点残一个 这边A帮忙 嗯 中路的话知道你还剩两个看一下B点这边前压过来的 嗯回头这边再跟中路对啊 这边是打掉了小窝 这连着点掉了两个 嗯 嗯 就是个二打二的局面 但是这边两个人血量很残 你是确定你这边还在中路 是 哦 你就进官方 小达跟小达哥两人血量比较多了啊 四八十就把这个点架死 我们看时间还有一分钟 对 我们看这帅务选择优先卡点原地动 原地不动 是的 让你们两个走一会儿啊 就因为你们不知道我们到底要去A去B 所以说有的时候可以有一个A防守一个B防守 这样的话 打个1V1 2V1 是的 嗯 那小达哥跟小达两个人是集合到来一点 对 好兄弟走一起啊 嗯 两个人摸中路啊 哎 然后走白车绕A点 嗯 这两个要要背对背了啊 嗯 这 哈哈哈哈 说什么来的 嗯 25秒 按他往B跑 哇 小Q 轻松远距离直接把小达哥给爆掉了 这 A厅我们看到啊 可能小达刚才是在看A小 但是A厅这个点我们看小达哥已经是到位了嘛 按理说小达是可以要看一下中路的 但是两个人可能是沟通也是没有做好 5比5 这个侧身位是直接打死 哇 我刚看小地图上我说两个人马上消遇了 这个要么就是要又要刀 要么就是真的谁也没看见谁啊 嗯 对 这一波我们看钢枪 CYK 哦 你看老师这种手枪 我发现手枪局5要是能赢也赢的并不轻松啊 这赢的话也是说你看一个个水量很弹 嗯 对 手枪还是比较刚的 对 Smart石过来 哦直接 哇硬泼啊 一波泼死 我们看一下小蕾的位置 三个大残 蕾哥在哪啊 蕾哥二头下 一层加过点 准备收一下枪 能收就收 收不到也不要强求啊 一把CD反正没有太大所谓 诶 嗯这 这有点紧张 是的 嗯 5比 只是调戏一下队友而已 5比6 诶再露一下小蕾这边被架死 诶 蕾哥 嗯 反应还是很快啊 感觉这个准型是 准备要看别的点之后瞬间拉回来了 那3700的一个经济2800 硬钢吗 钢车王了 两把车王 准备这边一把沙鹰 反马斯 5比6 对 这波的话我估计双方应该会打得比较焦灼了 乌鸦能不能赢都不好说 但是我们感觉乌鸦很明显实力上是要强于Five这边的啊 毕竟Five这边还有就是 Five最近换人换的估计就光磨合都费劲了 你要再打过Five的话乌鸦喝不过去了 这边的话 Smart石直接这边A点直接抄进来 嗯 提到一下二楼看一下 是的 那时候这边再对掉一个小光 嗯 A点一波瞬间 嗯 呃 宝枪不宝枪 五个人这样的一个瞬间的话很难打的 是 嗯 这么着的话第一波我们看一下手里的投资物啊 Smart石跟Comeback手里还有两颗火都没都还没有扔出来啊 啊 这个时候选择再去扔一波火再打克白 哇 QK这是在哪收的 我眼神有点好啊 踏车位置补掉一个中路小蕾补防过来 二打三 再往里走 哇 小蕾里边再打一个 嗯 刚收完之后这边就变成了一个二打五 是 哇 右边没有看到 好的 风还可以一点血很极限的一个双杀 对 五比七 嗯 哇 现在发我这边经济是有点爆炸了 这个钢枪我们看乌鸦钢的也是不太明智啊 第十三回合 又又又钢了 好的 QK这边裸居 艾珠 五甲的P250 小达哥五甲的沙鹰 哇 这个钢枪钢得太上头了吧 知道啊 这种距离的话小达哥我们也是知道啊 五甲杀鹰 你第一枪没有机会 你这边再去跟人换血量就没法换了 对 可以那边狙掉一个 但是自己的血量的话也是只剩11点血 嗯 B点一波直接进来 好的 再给他炸雷 艾珠应该可以过来把四位这把狙击减一下 对 减一下的话B点直接占领 呃 压掉 4IK 4码10 这 宝枪 第十四回合起不了 那第十五回合直接钢 那看这么说的话 乌亚是不是要钢到底了 上半场还有两回合 艾珠把狙击拿走 小光 杀人杀的真的是好随意啊 跳起来随便这么一打 哇 这个狙击没有保下来 刚才听着好像艾珠是没有开过枪吧 嗯 那枪是没有开出来啊 5比8的一个比分了现在 上半场第十四回合 好继续钢 嗯应该是继续钢了吧 嗯小光全甲方马斯 好其他人全部起打枪 可以可以存那个1200吗 嗯 杀鹰对 小甲杀鹰啊 存个1200 这么钢 那下呃 最后一局的话那还有钱起 但是起虽然说起不全 哦小蕾中路这边 枯枪控的非常好 这边穿死了 看不看 这边A点看一下 B点 中路现在是没有人的 中路现在是没有人防护 对 小甲哥比喜欢站的这个位置 哎 近点过来背身 看到了哎 点掉 好 FYK 嗯 其实应该了解到这个乌鸦是喜欢 就是B点的话是喜欢站这点的 哦 这边一枪 分了是乌鸦这边被混了 15点血 那这波应该是进不来了 我们看B点小甲哥又换了一些比较稳妥的站位 这边包手位直接加住 对 QA这边 哦 这个要露蓝门 知道蓝门里面有蓝区啊 这颗白 小Q已经到擦车位 好 A包点站领 三打三 这几拨人头的交换 我天 哦 这边Smart直接被混死 想把A停跑啊 包放好之后就想把A停跑 这边 小蕾是架来穿了一下烟雾 就这么随便一打呀 真的 看着一下弹道 混着 按着弹道混着过去 就直接一波打红了 嗯 返回一局6比8 嗯 赢一局 这局赢下 那下一局夹 看一下他们夹的这个前数 把GC夹回来 挨猪 6比8 475 3500 3500 3800 这局的话他们应该是可以 差不多 稍微起一下吧 嗯 不说起的太拳 AKV这边是带了一把电击枪啊 又估计想干点什么坏事 嗯 对的 看一下这边Five的话起枪啊 全枪全弹 没有太大问题 这边我们看到Smart10来打狙击了 嗯 Smart 哦哦哦 中路这边是狙掉了 嗯 跳过来 跳过来是直接狙掉 再往外掰 好的 一换一 啊 两边举手都是被打掉 小五吃过亏的 右边近点上面 吃过亏的还不收吗 对 该有意识了 是啊 B点两个全掉 那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 应该是要做一波沟通吗 这个时候我们小五应该是直接往里进了啊 捡到狙击 挨住这边补防速度啊 小姐这边补防速度非常快 又是一波瞬间的刷屏 嗯 最后只剩下FourAK 嗯 FourAK这边拿着包 嗯 FourAK 没出来 好的小光断住 7比8 7比8啊 嗯 比分非常接近 对 感觉这个 你来我们预测一下手枪局是会的 不知道 真不知道 嗯 现在乌鸦就是 乌鸦赢的这几局基本上都是碾压着赢的 输的这几局也跟自己的就是失误太多有关系 嗯 其实说到底的话 乌鸦这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啊 就是只要自己这边减少一下失误稳扎稳打 他赢的这几局赢的都非常的轻松 那相对于这个 就还处在磨合期的Five 人家这边阵容还刚比较 也不能说Five打的好吧 Five打的就 就就就这样吧 对吧 因为这边还在磨合 包括每个人场上的位置 小Q跟这个小五应该也是刚加过来的吧 就前天还不是这个阵容 看一下 手枪局下半场 带了一颗烟闪 雷 哦 哦 stop admin 这边小雷说打出了一个暂停 哎 restart 这边说什么问题 等一下 两边沟通一下啊 这边是 但是已经发生人头了 没事 他是发生人头之前打的 嗯 但是这个裁判也并没有打出暂停 看一下他们要 怎么来聊一下这个事 是不是买错东西了还是怎么样 应该不会是吧 你刚才都忘了 我看到是有一个人 是 嗯 他猪在宝典没走 哦 我们看一下 嗯 我可能是对 又出现定海神针的情况了 是吧 嗯 对 Q可以自带强力这个年纪啊 restart 一 看一下 等一下裁判吧 稍是等待一下 对 等待一下 这边的话可能是要把这个 手枪局重置一下 嗯 那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要回档了 嗯 然后这个从下半场这个 7比8开始 嗯 7比8开始 对 我们看到这个上半场 怎么说呢 乌鸦失误有点多啊 也是让我们看的比较费解 嗯 那看 确实是 是 那你看乌鸦 其实乌鸦很厉害的 在我看来 因为乌鸦毕竟是 乌鸦是有实力的 只能这么说 对 那跟天路也大战过300回合 是吧 跟危机也曾经是大战过300回合 那是国内转一线的实力 但是 为什么这么上下飘忽不定呢 具体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可能是 他们自己叫队伍开会 要解决 急剧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嗯 那队内的话 我们看除了QQA是一个25岁 25岁的话 属于一个叫什么 青壮年老将 是吧 青壮年 其他的全是老将啊 那 这个 按理说这支队伍 不会说出现一个稳定 对状态飘忽不定的情况 那具体最近是出了什么问题呢 我们也是不太知道 那难道是因为说 潇洒哥的加入 对他们整体的这个核心的体系 产生了影响吗 是吧 那Five的话 就我们没有太多可以说的点 因为Five现在就是一个磨合器 它就是打的不好也好 打的好也好 嗯 这个都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因为现在 我们都知道这个 刚开始磨合的队伍 上下线都很大的 就是有可能创造奇迹 也有可能就是被暴冷 是吧 你有可能是被这个 有可能被一个随便哪个兵队都能赢 是 也有可能是直接就打败这个 国内前级的队伍 这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们就现在来看Five 这个今天给我们展现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他现在还不具备去战胜乌鸦的一个实力 但是他如果能赢到乌鸦 我觉得更多可能是乌鸦这边自身的一个问题 嗯 那我们这边的话是稍事休息吗 嗯 我们还是等一下这边这个 这个他们调调试的这个时间 哦 应该是应该是很快就开了 对 那你觉得下一张 下一场的一个手枪局 你觉得会谁会拿下 嗯 其实 猜一下嘛 我们来猜一下嘛 猜一下 猜一下 猜一下那 呃 我觉得乌鸦手枪局还是会拿下的 我觉得乌鸦输了吧 我觉得是拿下 拿下吗 嗯 他一般上是手枪局能拿下 长枪局丢 嗯 那刚才的话我们看到啊 我们上半场的这个长枪局 手枪局输掉之后 嗯 然后不停的去 第二局就不停的开始去潜压了 嗯 潜压也是导致自己经济被打的比较惨 然后第三局 呃 长枪局是直接就被翻盘 呃 长枪局是直接被file拿下 然后后面那一局又抢起 又是又是被拿下 是吧 嗯 那 那就就就就就这样吧 啊 然后乌鸦这次就是还是 这个 起码是要认真积极的对待这个比赛嘛 啊 还是打的精彩一点 我们都是非常希望看到那种比较精彩的比赛的啊 小Q 啊 这边也是慢慢的这个陆续的队员都连回到服务器啊 哎 其实我最近在看一本书 嗯 论演员的自我修养 那演员的怎么 你涉猎还挺多 对啊 因为最近看那个什么那个就是 是吧 对 人民的名义嘛 就看这些老戏骨嘛 就是 嗯 戏演的特别好 也要立志成为一名演员 嗯 是吧 学一学 对 其实也是我欲怪我们这个时运不济啊 就是要是年轻一点 可能真的有可能去 让往这方面发展了 发展一下 大家长得这么好看 你是不是一带影帝就出现了 是是是 好慢慢的这边是再回到这个服务器啊 回到服务器 其实 呃 我觉得 懂得其实也不用我们说太多啊 因为我们也确实不知道这个 乌亚最近状态是怎么了 就这两天看过来 乌亚这个状态一直是有点飘忽不定的啊 嗯 一直是迷迷糊糊的 也不知道啥情况 嗯 我们可以先说一下下一场 这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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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场图是影风呢 对 但是后面的话我看乌亚的比赛还很多 呃 这一场完事 然后 今天最后一场也是乌亚 是乌亚对战HP啊 那今天就是西北邦的一个比赛比较多了 HP5 New Fall啊 嗯 嗯 3号没有乌亚的了 3号有BOF BOF3号第一场就是BOF对阵天路 对 BOF和天路那场比赛应该是蛮好看的 嗯 应该是会争个你死我活那种感觉 对 嗯 4号 4号这边有一场乌亚对天路 大家这边的话都连回来了 嗯 5号这边有一下乌亚对牛Fall 6号 7号 7号有乌亚对老干爹 哇 这个 这边我们看乌亚还有个五六场比赛 还非常的多 最后等一下最后一名队员啊 这是还有一个4YK 4YK这边加进来啊 就可以了 4YK通过交易获得了爪子刀多了中门 对一波枪啊 对一波枪找找状态 好 回档成功 比赛马上开始 好 等一下双方这边打出ready 小Q这边 还放还放 好等一下双方信息确认啊 看一下这边起枪投掷物吧 小蕾八百的一个经济 看一下那个经济他们有没有这个队员还被吸在地上啊 要有的话就可能他得再重新刷新一下 没有的话就直接开始了 好的 沿闪雷 从这个投掷物上来看的话 乌鸦这局应该是要打一个 要放一个大招出来了 因为我知道乌鸦在打擦车这张图的时候 很少去起一个投掷物 或者说很少会带的这么全 看一下five这边 五个小甲 五个小甲 准备了 中路要垫四个吗 还是垫三个呀 B点这边是断后 小大哥 中路这边等一波 跳过来 埃竹 三个人全部垫上 等小蕾一刻顺暴 中路烟 再一个顺暴 直接包B 好的 再一颗雷 不包B 直接打中路带着包 我们看小蕾走A厅 小大哥一个人单人摸B A点进来之后 直接转点转A 转转转B点 这 这是 对对对这个时候已经可以打B了 哇 这玩脱了 玩的有点大呀 嗯 这个手枕巨战术确实是 玩的有点花样 对 玩的有点花了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他们具体的一个思路 小大哥 B点自己摸过来之后 发现B点没人 中路烟封住之后 所有的人徐徐去往A点走 我们看第一时间艾竹带包也是准备往A点走的 但是A点这边是一个卡点 还没往里进的时候 小大哥这边抱B点空了 然后往回走 A点一进全部打掉 然后B点空了之后 小大哥这也是带包回的时候被打掉了 那这波是玩的确实有点花了啊 中路赛电 对继续 嗯 还是要这个天上就是更雕 嗯 又看一个头皮Compat 对 哇 大家这种育苗人抓头抓的还真的是非常准 A点慢慢搜 小大哥 好的 发现你的位置 不漏了 看一下手里投资物啊 你这个时候1分18秒 手里投资物还比较多 和YK这还有颗烟啊 小柯手里还有一颗烟 哇 这 哇 潇洒哥 这个杀鹰 要交错人了 基本上是小塔哥跟小蕾同步的杀鹰一人一枪头啊 A点一个B点一个 小蕾这边直接 哎 这边报道过点的 说A点还有一个的 看一下投资物的这个轨迹 可以判断到你这个大概的一个方向啊 就是在这个红箱后面 但是这边绕过来了 也在混这颗烟 嗯 看白了 哦 看到手臂 好的 那直接打掉 7比10 2001 2009 2003 2002 2006 刚才这波钢枪位过 险些翻盘啊 真的 感觉乌鸦这边稍微一发力 快我就有点有点 就是压力大 接着起 三把杀鹰 两把P250 四马尸 有MP45 M4A1 哎 后点 小光 摆出来 好的 这么远点拼枪 我们知道没有甲啊 没有甲也是很难去 你这种中远点 中近点也好 你面对这个 M4 确实是没有什么好办法 好的 再猫出来 又生小蕾跟小这个QQA 小蕾代包 A听QQA这边中路 准备偷吧 能偷就偷 偷不到也就算了 两个人这边分开打 二打五啊 嗯 看小蕾这边能不能先秒一个 秒一个 就争取下刀包 四点等住 再等 好 掰出来 小Q抓这个timing 那这波还是7比11 这分的话没有问题 一听这边叫道包 好的 过来捡一下销售枪 四分的分差 长枪局 这局非常的关键 再这么打就要输了呀 我觉得输不了 这局应该能拿分了 从现在开始拿吗 嗯 对 差不多 11分吧 够了 哎 暂停了 嗯 看一下是什么问题啊 是不是要布置一下战术啊 嗯 我们看一下 QQ这边说是也是 他们自己这个网络 稍微有点问题 看一下这边起枪 那自从这个Smart 10过来来到5之后 我们看到 杰克韩还在的时候 Smart 10还没有 杰克韩还在的时候 你看下去了 小剧场已经演起来了 小剧场已经演起来了 小剧场又开始了是吧 没关 嗯 自从这个 哦 对 小六在的时候 小六打狙 那这边小六看 没出现在这个阵容里面 我看到也是Smart 10过来打这个狙击 是吧 对 我觉得小六的话太长了 应该能看到 是 QQ这边说剧道部网有问题 他们这边也是 那Smart 10这边拿狙击 希望 就Smart 10好像好久都没有打过什么主局 这个这种情况 这种位置了 那 希望使Smart 10能尽快适应这个狙击手的位置吧 小五 小Q Compack 现在感觉是四个枪男啊 四个枪男面对一个指挥 看一下他们这个在网络调试一下 咱们基本上每次看乌鸦打比赛 总会出现什么问题的 嗯 对 他们这个基地网络一直不是很稳定啊 嗯 那还是建议他们去换一个 就是也不能说 因为他们感觉 呃 就是 变成叫 从5P变成叫乌鸦之后 也是没有说换基地 只是把名字改了一下 基地还是在他们那个大连那个基地 是吧 对对对 还是在大连 好的 这边小蕾打出了继续 那我们这个比赛马上开始 就是 揪揪 哦 这smart10是一个这个非常萌的这个老队员啊 我们知道他这个贴这个枪上都是贴了很多的这种二次元小姐姐的贴纸在上面 看下这局乌鸦会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战术 A点先爆一波弹 爆完之后是电中路还是走A厅还是走蓝门还是转B点啊 可打的变形非常的多 一颗两颗三颗扔完之后过来直接走A厅 嗯 一波钢枪啊这是 嗯 嗯 好两颗烟锋好 嗯 看一下蓝门的配合 小Q 这边夹着烟缝中路smart10回来 插车也没有 哦 这枪 反应有点快啊 是的 跳红香 跳红香 小大哥再穿就给QQ穿死了啊 嗯 哇 这个位置我们经常能看到那么开始的 哇 这边互换的速度非常的快啊 对 阿达 玩一下强线小光 哇 哦 7比12 这波爆弹进来之后我们发现是没有打过 嗯 对的 我憋了这么久的大招 7比12了吗 嗯 看一下smart10 好的 刚才smart10 瞬间的一个反应啊 也是 让我打消了这个对他的这个疑虑 嗯 看一下这边的话乌鸦继续钢枪 嗯 7比12 分差是个5分 4YK 潇洒哥 夹住过点 是郭罗菲有没有收的没有收的 hello吗 小五 这边是打掉了小光 嗯 好耿直啊 中落 再抽 好的这边是蹭到一定的血量 我们看smart10 这边还有一个59点血 嗯 B点两个人在架 A点两个人也是在断啊 QQ一波过来 其实 4YK这个点是被架死的 他要想往回走的话叫一下兄弟过来 哎哎哎哎 小Q 管到这边是老哥 指甲架死 这边包是慢慢的来的 哎看腿了 看腿的smart 这枪没有穿到啊 接着再往里走 加一下过点 追上没有 打到那这枪失误了 这波不好打了 是的 两个人血量都很残 小Q 嗯 好的 这边再刷掉一个包放好 嗯 还有小李一个人 放点一个一颗火烧你 逼一下走位烧出来 右边哇 一个平方直接秒掉7比13 嗯 哇 这样的话 因为乌鸦是 我看看 连刚 嗯 刚了一局 然后这局下包有钱 可以起 嗯可以接着起 嗯 哇 这个分叉是越来越大了 现在已经变成六分的分叉了 双G 小5 跟这个smart 那下一张图 这张图是乌鸦自己选的吗 下一张图还要来到 infoam的那张图啊 infoam的那张图 说实话 那个小图确实是 也不是说光靠钢枪的 嗯 经常是一条线会刷人的 对 因为这个图的话 infoam那个图的话 我们看到很多就是 这种凉凉的小配合在里面 嗯 很多队伍都会把这个凉凉小配合 在这张图上会做一个非常多的一个配容在里面 好 A点又是一波爆弹 接着打这套战术 但是这次我们看到换了一个变形啊 是走A点了 走走中路了 走中路上来了 一波 这边的话 跳上来 A小两个 嗯 然后配合这个A厅 哦 走过来我 kombank这一局 kombank要刚起来了 这边A厅 打一个背身再留住 7比14 这个咱俩一开始都估计 我记错了 嗯 嗯 好 现在这边继续打出暂停 对 这边暂停了 看一下3500 3500 3800 3400 4200 按VR这个性格来说的话 这局他是不会刚的 哦 他是一定会刚的 一定会刚的 嗯 这边商量一下起枪 小草哥 大甲AK StayV 艾珠 3400 3800 3800这个还可以起一个AK 小甲的AK啊 哇小光 相当的拼啊 其实我现在来看的话 Five这边 如果smart10不打狙击 谁来打比较合适啊 其实还真不好说 因为 其他人步枪还都挺刚的 有 smart10这边 但是smart10这边打狙击 很显然他还没适应 狙击手这个角色啊 很多这个枪 反应啊 还有枪啊 这边该拉的也没有拉 也没有拉过来 这边再 再适应一下吧 再适应一下吧 需要多多练习了 7比14 7比14啊 2把车王 3把AK 看一下 是不是要这个 换一下进攻套路了 嗯 这一波爆弹打A 也没有成功 B小加A 也没有成功 是不是要打一波B了呢 小光这边踩出来 嗯 副AK这边 想跳过来看一眼 直接被一颗头带走了啊 好的 景佳妍 是的 景佳妍 是的 这边一颗闪光这边配合着队友 是的 但是这边被拐脚了 武枪速度也是非常快 一层穿出来 小Q连刷两个 哇 第三个大红 哇 这剩下两个人啊 一个小光血量很残 还是个半甲 一颗雷 我天哪 那最后我们看一下QKA的位置吧 嗯 不敢过 不敢过 严散 2楼这边KONBANK也是架一下过点 SMA10 先看腿吧 这边 看到SMA10 哇 SMA10这个悬位 它怎么会有这么大失误的一个悬位啊 二楼 拉过来 KONBANK这场发挥太出色了 对 这样的话Five先拿到赛点 枪枪头啊 我觉得Five这个队真的是会有很多这种钢枪难啊 出现了很多钢枪难 赛点 手握这么些个赛点 总不能 总不能输了吧 五把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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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过来啊 我们看笑大哥 直接打 这边 哇 差一点混死 但是我们看中路COMEBACK又是打掉一个 中路这边一波人头的交换速度非常的快啊 对 二换二之后我们看中路迅速一波展开 B点这边笑大哥也是赶紧跟队友会合 哇 A点包抄一波 是 一波这边 A小直接过来 哇 摆出来 小Q 那这边有没有剑包 没有剑包 中路这边是剑了 对 艾珠带着包 A挺过来 哇 小Q这个反应还真的是很快啊 一打二 艾珠 艾珠这个一打二残局啊 看能不能拿下来 是的 艾珠这边A挺绕过来 时间还有一分十秒 再对一波枪 艾珠 好的 小Q这边打完之后赶紧跑 叫兄弟过来 FiveAK这边赶紧是万里追凶啊 赶紧跑 赶紧跑啊 我觉得这边已经露了这个身影了 这边我们看到艾珠还在看这个白车的功夫啊 这种小Q跟包点拉扯 非常精准的一颗头 那7比16我们恭喜一下范物 对 这边的话也是范物在这个乌鸦选的强图上 然后拿下了这一分 嗯 嗯 那我们这个稍时休息吧 看一下下一张图以Phono 是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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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